在中國傳統的曲藝形式之中 書書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藝術樣式 也叫評書評話 廣府地區用廣州謊言 對小說或民間故事進行再創作和講演 俗稱廣古 它是流行於廣府地區的曲藝品種之一 深受群眾的歡迎 粵語講古是個體講演為主 講究語言的韻律性和節奏感 大量運用本地的民間成語 言語、俗語和大眾化的生活語言 對書目進行加工潤式 使之成為粵方言語言藝術的集大成者 它的題材不單包括傳統的長篇張回小說 還包括現代生活題材和廣州民間掌故 承載著廣州很多的歷史文化信息 成為文化傳統得以保持和延續的重要因素 有著深厚的文化學、人類學、民族學價值 同時這種娛樂形式有廣泛的群眾參與性 可以儒教娛樂 是人們途野情操、增進知識的一種形式 粵語講古的藝術特點 是以第三者旁述為主 背稿演出 講究語言的韻律性和節奏感 同時也遮監了戲曲當中的一些表演技巧 它既是曲藝的一個類別 又是語言藝術的一個類別 亦是民間藝術的一種 簡而言之 粵語講古既講究語言更講究表演 廣州人稱書書藝人為《講古佬》 粵語講古的來歷 項內認為要追溯到明朝末年 江蘇泰州說書大師柳敬廷 柳敬廷出任抗清將領佐良玉的幕刻 在徐君南下的時候 將說書藝術傳來廣東傳入廣州 並且與當地的粵語文化融合為一體 令到粵語講古成為深受人們喜愛的一門藝術 因此 廣州的廣古藝人 專柳敬廷為祖師爺 廣古最初是在廟語或自貫門口進行 講的多數是廿四孝等勸人為善的勸世民 民國初年 一些廣古佬 自答簡陋的茅舍 稱為廣古料 多數在夜間開港 勞府大眾為了兩餐辛苦一日之後 晚上就來到廣古料 聽下有趣的故事 也是一種樂趣 當時的收費是以點香來計算時間的 一支香點完了就收一次錢 若然那支香太長太粗的時候 就用手指向香的中間刮去一環 當笑到那一環的時候 因為沒有香灰就會適免 聽眾就會馬上掩錢 廣州舊底在東教場、寶江、城王廟附近等地 都有廣古料 當時聽眾很多 特別是先生年書書 老廣州回憶說 那時候認真爆棚 門口站滿一大堆人在那裡打鼓釘 裏頭連廖江旁邊都站滿了人 也有一些藝人在街頭賣藝 稱之為開街黨 他們在人多的地方拍幾下手掌 腰渴兩聲 廣古咯有話聽啊 說這個洪喜倌大鬧鵝眉身 也有些是打幾下拿來聚蹤 很快就會有大群人圍過來 廣古沒有一定的時間 說到他認為精彩的地方 就買一個關子 平底收錢 多數都是說一聲 吊頸也要休息一下 讓我休息一下 再說下去 麻煩大家幫忙忙 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有些還會說一些灰涵的話 這人前世不收金世收羅 這些街頭港古佬 一般收入還能過得去 但也有他們的苦處 主要就是受天氣的影響 真是打風一半落雨全無 好 最慘的是 講到辛辛苦苦 將近傑子收錢的時候 突然來一場白狀雨 那些觀眾雞飛狗走 那就哭到無眼淚了 雲國時候 廣州的河南泰山廟 龍船江 寶江 以及河北的蘭馬路 即是家下的中山七路 還有如山市等等的地方 都有廣古藝人開街檔的足跡 韓家稱街檔王的黃少飛 在白雲路廣九車站一帶獻毅 好受群眾的歡迎 到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 廣州著名的說書藝人有 陳幹辰 侯沛 胡千里 澤奇達等等 新中國成立之後 廣州各區工會都成立了俱樂部文化工 紛紛聘請說書藝人長期刀場廣演說書 1950年4月 廣州成立說書學會 陳幹辰為首任會長 當時還有一批固定聽眾捧場 俗稱古董 亦叫做追古 文革初期的1968年年底 書書學會被強行解散 藝人含著眼淚 離開了幾十年來 賴以為生的書場 很多藝人 在這段時間相繼去世 1979年 廣州書書學會重新恢復 顏之徒任會長 這個時候 廣州書書學會 開始逐步減少 在電台的播音故事作品的錄製 轉移更多地 則仲在現場的傳統表演之上 隨著老一輩港古藝術家的 紛紛忍退和離去 同時市民文化娛樂增多 廣州書書界開始釋味 1996年 廣州最大的書場 文化公園取消港股 2001年3月 當時廣州最後一個書場 史義工古壇關閉 顏之徒被稱為 最下位專業港股佬 只好教武術為生 21世紀初 在廣州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協助下 顏之徒重登書書舞台 2004年5月 越秀區文化局啟動了越秀古壇 請顏之徒每月開壇一次 2005年 文化公園也恢復了古壇 期間 拜顏之徒為師的幾位大學生 開設了廣東書書網 擴大港股的影響 2008年11月22日 廣州文化公園揚承港股壇成功掛牌 標誌著廣州文化公園奇藝館 成為顏派越秀港股的永久住地 顏之徒的弟子彭家智開始暫露頭崗 二十一世紀初 越秀港股列入了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行列 廣州最活躍的兩位書書藝人 都是廣州市越秀港股傳承人 他們分別是 越宇港股著書立書的第一人顏之徒 以及他的徒弟 九十後的港股藝人彭家智 眼看家下 人們對港股的重視程度逐漸減弱 越宇港股急需實施實際的保護 可喜的是 現在少年功及一些學校 也有推廣港股的活動 湧現了一批歡喜港股的學生 稍有有關 超ó 喝喝喝水 夜